全國政協委員 陳希寅 我是全國政協委員 陳希寅 明天就是大會的閉幕社了 期待明天上午 我再給大家帶來最後一期的Vlog 明天見 委員們陸續從住地的會場 準備乘車前往人民大會談 參加閉幕社 今天的北京 南天白日 委員們已經陸續到達了人民大會堂館長 準備參加今天下午的閉幕社 現在委員們陸續要開始進場了 我們帶大家看看大家進場的鏡頭 還有很多委員在留著合影留念 現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 這裡閉幕 委員們正在陸續離開會場 明天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也即將閉幕 中國守護民法典呼之欲求 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新基建將給我們的市場代表怎樣的變化 相信廣大網友都非常的關心 讓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現在委員們都在抓住難得的機會 在會場 留意 海峽委員留下了美麗的照片 兩塊閉幕了怎麼樣 再給觀眾說幾句 你還在做記者 對 我還在做記者 好激烈啊 你今天今天讓我很激烈哦 你好 顧委員 怎麼樣 大會勝利地有什麼感想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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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結束後 兩千多名全國政協委員 將分別分布自己的崗位 繼續為我們的國 也為我們的家 而努力奮鬥 那麼今天上午11點的時候 2020中國珠峰登頂隊 再次登頂珠峰 這個時代需要攀登者 更需要攀登精神 攀登精神一直都在我們 中國人民的血脈裡 讓我們共同開啟2020 掌心的時代 共同為這個時代 而努力奮鬥